謝謝主席,有請主委 請蔡主委 主委早 我想請教一下,這些年來你們跟台電的關係處得怎麼樣? 你們在監督上面台電是配合你們嗎? 還是你們說什麼台電去聽什麼? 這樣講好了,我想第一個原則就是要達到核能安全 一定要營運單位自己也做好 然後監督單位也做好 我想這個兩個缺一不可 那我們站在這個河南安全監督的這個角度來講 這個角色,當然是跟台電是不一樣的 甚至於你可以說是對立 假如說有一些我們認為台電做得不夠好的地方 台電有任何他的自己的想法 對我們來講,我們要堅持我們的專業 我們要堅持我們的角度,堅持我們的立場 所以一定會有一些地方是要合作 有些地方是對立的 當有對立的時候你們怎麼處理? 有對立的時候,譬如說我們過去這三年 罰台電罰款也好 或者是說這個違規也好 當然是有改進 到目前為止不見得全部都改進好 但是這些都納入 因為違規也好 或者罰款也好只是一個手段 不是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都納入管制的這個案件 繼續追蹤 那有沒有找過經濟部 有沒有跟經濟部去溝通過 有啊 那經濟部的態度是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我剛講的是營運單位當然要負責 可是營運單位的管理單位當然要負責 所以我們跟經濟部有溝通 跟你們之間有沒有意見相左呢 我想一定也有一些意見是不太一樣 不過大部分來講 站在整個政府的角度 他們大部分是支持原人會的意見 那當意見不一致的時候 是原人會聽經濟部的 也不是說誰聽誰的 跟委員報告 我們從專業的角度來做溝通 從政策的角度來做溝通 可是只要是跟安全相關的 而原人會認為 這個原人會是對的 當然我們會堅持 那最後即使台電或者是經濟部不同意 他沒有辦法 因為原人會做最後的決定 好 那現在原人會是二級單位 將來變成三級單位以後 在科技部下面的一個核安署 你還有這樣的能力嗎 你還有這樣的權利嗎 跟委員報告 台電還會聽你的嗎 經濟部還會聽你的嗎 當然權利大部分來自於法定的職責 對 現在就有法定的職責 那將來到意見不一致的時候 除了法法之外 將來也會有 台電還是有不聽你的 還是到現在還有很多沒改進的 到那個時候 將來變成核安署的時候 是 你能夠再有現在的這樣子的影響力嗎 從法定的職責 從法定的職責 你還沒有這樣的影響力 只要將來主改之後 所有的法 跟著朝那個方向去改的話 那這是我們的目標 那請問一下 那是有的 那現在的法有朝著主改的方向去改嗎 按照這個 還沒有吧 按照規劃 現在是主改先 然後所有的作用法 所以如果作用法 通通配合主改改完的話 要花多少年才能改完 跟委員報告 當然 修法需要時間 可是 在修法之前 其實行政院有一套做法 叫做那個名稱我忘掉 叫做什麼 叫做 反正意思就是說 這個 還沒修法之前的 的 的這個轉移 叫做轉移是吧 所以這樣要用行政命令去處理嗎 不是 也不是 對不對 所以如果用行政命令 大家就非常的擔心嘛 叫 喔 所有權轉移啦 對 就是所有權轉移的方式 是可以 所以這就是大家非常擔心的事 到那個時候你一個三級單位 科技部下面的一個署 你如何去影響經濟部 你如何去監督台電 現在是二級單位 都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做得到 你將來變成一個三級單位 怎麼辦 這就是上個會期 我堅持 認為 在311地震以後 是 各個國家都提升安全的層級 唯獨我們把它從二級單位 變成三級單位 是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是因為 整個的主改 案是在311地震以前 就送到立法院的 所以當時我在委員會 我是堅決反對 我甚至提案 對不對 把行政院組織法 重新再提一個修正案 把原論會 恢復到二級單位 是 可是 因為我的堅持 所以科技部的組織規程上 會期沒有通過 是 所以同樣的這個會期 我照樣還提出來了 是 把原論會 恢復到二級 我想跟委員報告 現在行政院改組 你有沒有跟陳院長在談過這個事 呃 陳院長上任之後 我沒有跟他談過這個事情 但是他擔任副院長的期間 我有跟他談過 因為行政院 當時院長不是他嗎 現在他當院長以後 可是 有沒有再跟行政院長 可是實際上的運作 跟委員報告 實際上的運作 其實在行政院 負責協調主改的事務的 當初也還是副院長在進行 那換句話說 習政院還是認為 三級單位就足夠了 是不是 目前的看法是這樣子 二級單位的改成三級單位 就足夠應付目前的核安 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我沒辦法代表他們 我想這個就是讓人家非常擔心的事情 不過我跟他們談的過程裡面 目前是這樣沒錯 是 好 我想這是讓人家非常擔心的事情 二級單位的核安 都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做得到 三級單位可以做得到嗎 去年大概暑假的時候 我忘了大概八九月 這個也 院長也有指示 就是在行政院的這個程序 我是希望我是建議 這裡一個核安會 你是不是再去跟院長報告一下 是 把你的認為以前過去所發生的事情 未來可能所面臨的事情 再跟院長去談一下 是 我會 我的修正案已經提出去了 是 我希望到了時候 圓能會會支持我的案子 是 好 不要把核安的變成三級單位 我想講 委員要求 當然我會去做這個事情 台電對於核市的 核市電廠的安全總體檢 這個報告你看過了沒有 你說核市的安全總體檢 核市的安全總體檢 就是我們的安全總體檢 其中核市的部分 對 台電進行的核市安全總體檢 核市的部分 那個整個報告我沒有 我沒有親自看過 我看的是 大概整 所有的廠這樣整合起來的那個報告 如果委員會的主委對於核市安全的總體檢 都沒有看過的話 這就很危險 不 跟我們報告 我想我們 這個核管處的處長 或者核管處的同仁 他一定是有詳細的看過 但是我沒辦法每一份報告 我全部都仔細的看 但是我有 看他們講核之後的報告 我覺得你應該要看一下 核市安全總體檢 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還沒有結論吧 我不曉得 還沒有結論 他們是因為核市目前還沒有安裝核燃料 所以我們不跟這個核一二三場一起 所以他們是在今年的一月底才把它送進來 我們上個禮拜才有第一次的現場的視察 所以他還在審查當中 所以目前我們還沒有完成 台電他自己做的結論是什麼 台電自己針對這本核市安全總體檢 他做的結論是什麼 對不起委員 因為他們還在這個視察當中 所以我也還沒有仔細 我都看過了 你還沒看過 這本報告是你原來會給我的 我跟你們原來會要的 沒有錯 我都看了 你們沒有時間去看 可以這樣子嗎 你們主管核安的可以這樣子嗎 這樣子垂感對核安有要信心啊 這是說政府說我要保障核安的安全 是這樣的做法的嗎 跟我們報告 當然我們核管處的同仁一定是有看過了 他就是根據那個報告去現場 你知道台電怎麼寫 我不曉得 本廠無重大或立即落點 本廠試運測試完成後 應可安全運轉無欲 你相信嗎 我不相信 目前我是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因為這個 不是台電做出這樣子的結論出來 我們原能會竟然不去看這本報告 再加上這一篇座談會 給我們的感覺就是告訴大家 核安沒有問題 核市沒有問題 大家放心 這是政府要做的事嗎 這是政府該做的事嗎 我還是跟委員報告 核市至少在我最近這幾年 我們對核安的安全 我從來不會員核市有問題 從來不會員核市在興建 跟施工 跟測試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問題 我對外都這樣子講 對 我們核管處的處長 也都對外這樣子講 所以我們不會講說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唯一要要求的 就是這些問題 總體檢的時候 是 做出這樣子的一個結論的時候 身為核安的管理機關 原能會 你要不要針對台市總體檢去看一下 針對他總體檢 為什麼會下出這樣子的結論 一定會的 你們要告訴台電 我想還有很多的事情 所有總體檢的結論 今天核市到現在為止 安全系統的檢查到現在完成幾件 應該要做幾件 到現在完成幾件 什麼都還沒有做 系統測試也沒有開始做 程序書也沒有完成 只完成了16件 他竟然可以說說安全沒有問題 沒有立刻的落點 可以運轉 然後我們也沒有做出任何一句話 甚至我們的主委也沒有看過 處長也沒有看過 我跟你要的這本書的時候 你們跟我講 是第一個人跟你們要的 到現在沒有人跟你們要過 我第一個跟你要的 可是我把整個看過一遍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是要做合適的安全檢查 總體檢可以讓台電自己去做嗎 那當然不是台電自己做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原來會需要審查 然後我們審查完以後的那個結論 當然我們按照去年第一階段的做法 一樣的我們會找外面的專家 去年第一階段是行政院設立的一個專家小組 來審查我們的結論 那我們這一次行政院是已經授權 我們在第二階段 我們也會請外面的專家來審查 那這個事情大概在未來的這個 半個月到一個月之內會來進行 那那個時候的結論 我想才代表原委會的立場 我是希望原委會針對核安的問題 多能夠積極一點 多能夠主動一點 因為保障全國核安的安全的工作 自在原能會 是 謝謝 所以我也希望原能會主動跟院長去談一下 不要把原能會 從二級單位降到三級單位 還是恢復到二級單位 好 第二個 對於現行的核能安全 核電廠的安全 我們核能會真的是要積極主動 去確確實實實去查 是 你們現在三十個人怎麼去做 我很懷疑 台電之間跟你們之間經常發生摩擦 經常發生問題 我們也都知道 這些事情我們不要隱瞞 我們要把它凸顯出來 我們絕對不隱瞞 我們真的要讓行政院知道目前核安的狀況 真正做好核安的工作 這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好吧 我很欲忠心腸的跟主委 是的 謝謝 好